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个如何做一个用鼠标点击就能点亮的一个火焰灯 好 首先看蓝图 我们就做一个这样的蓝图 另外蓝图的文件夹有一点点乱了 我们把它新建一个文件夹 然后分一下类 首先门类我们把它放在Gate里面 对 因为有三个门了 放在Gate里面 然后有跟摄像机相关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镜头的震动 我们把它丢在这里 然后技能相关的我们也可以丢在Skills里面 然后跟场景相关的 我们就可以丢在场景里面 Huge Fence 这个也是 我们可以丢在场景里面 然后这个技能石头 我们丢在Skills里面 好 你再来这个地方创建一个灯 新建蓝图类 Actor BP 我们称为这个叫做File Filelight 火焰灯 好 灯灯我们需要一个样子 所以我们从这个里面找一个模型 找一个网格体 用什么呢 Bottoms OK 我们用这个吧 这个作为一个火焰的底座 火焰的底座 然后需要一个火焰 对不对 所以来一个叫做例子系统 例子系统组件 选择火 我们就用这个火 稍微把它变小一点 0.7 稍微小一点点往上走 好 在这个火的基础上 那我们再加一个灯 加一个叫做点光源组件 火 虽然它是亮的 但是它不会点亮周围 所以我们需要加一个点光源 这样子才能点亮周围 把它的强度稍微变低一点点 变到2000 另外光源的颜色偏火一点点 偏火焰一点点 好 就这样呢 我们完成一个样子 但是还需要做一件什么事情 点击 当我们这一个点 用鼠标点这一个火焰的时候 或者是用手机屏幕触摸这个时候 火焰能够点燃 所以呢 我们需要加一个东西 就是外面这一个罩子 我们加个什么呢 加一个叫做合体触发器 或者我们用胶囊触发器 我们加一个胶囊触发器 然后把它扩大一点 好 为什么要加这个东西 因为底下这个底座光点击这个东西 它可能太小了 太小了 我们加上面 就是整个这个区域内进行点击 它都是可以触发的 我们再往来变大一点 变高了一点 好 这样子呢 整个胶囊被点击 都是能够被触发的 我们来实现一下 首先 点右键 然后添加事件 click 就是触点击时这个事件 点击完之后 我们就让我们粒子系统 还有灯光亮起来 对不对 它的默认情况下呢 它是不可视的 我们把可视关了 灯光的 灯光的这一个 把可视也关掉 我们把灯光的可视也关掉 这样子 粒子系统当我们点击的时候 我们将它的可视性 设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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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e 当然可视性设置为 true 好 这一段还是比较简单 另外我们还可以加一个声音 有个点火的声音 Play sound File 就用这个声音 OK 这个声音会有一点点问题 就是它会不断一直在播 对不对 所以我们得找一个这个 火点燃的那一瞬间 点燃那一瞬间的声音 然后马上结束 好 我这里有一个声音 我在我的音色库里面找到了一个 火焰的 File Stop的声音 这个你可以自己在网上去找一些这种声音 好 这样点火点燃 好 但是我们现在把火先暂时先放在外面 我们来试一下 File Light 最开始它是 它是没有点燃的 但是我现在你会发现 诶 并 点了没用 对不对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是因为我们的这个Capsule 它会什么呢 它是个 能够被穿透的 你看overlap 它是个穿透的 如何让它阻挡呢 最简单的方式 我们可以把它叫block all 可以阻挡所有的东西 这个时候我们来再进行点击 可以看到 可以点燃 好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如果你阻挡了所有的东西 你会发现它踩不上去了 你看它会挡住了 踩不上去了 如何阻挡除了我们人物的所有的东西 这里有一个选项 选择Capsule 有一个选项 碰撞预设 阻挡 有一个叫overlap only pump 只有pump 只有我们这个人物可以踩上去 其他的都会被阻挡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这一个 现在我们可以踩上去 然后呢 也可以把这个火焰点燃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我可以不断点它 不断点它 这个是不对的 对不对 这是不对的 我们点燃以后就不能再点燃 不断再第二次点燃了 所以呢 你需要来一个变量来 标明这个火是否点燃了 所以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用个变量 不是只是叫做什么呢 is light 来判断这个火焰是否点燃 它的默认状态下是没有点燃的 好 拖出来 我们来判断一下 来if 加个if 加个分支 按if 点分支 如果火焰没有点燃 就是false对不对 没有点燃才可以被点燃 如果点燃的话呢 就不能再点燃了 没有点燃 好 就后面 显示火 然后呢 加个音效 另外需要把我们的这个light 设置一下 变为点燃 对不对 没有点燃的话 我们点燃一下 然后加一个on 好这样子呢 就不会被重复点燃了 那还有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方式 你可以用这种叫做do once 还记不记得 只能做一次 只能点燃一次 这样也行 但是呢 这样是有一定的缺陷 所以我们用一个bo值来判断呢 会更加好一点啊 更加 ok 我们进入 现在点燃它 当我再点的时候 它就不会被 不会再次点燃了啊 我们把它拖到这个里面 来试一下效果 拖到房间里面 首先把门打开 进去 然后看不到 我们可以用 我们的萤火虫点亮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 好 可以看到 在房间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火点燃 点燃了 照亮的小范围 照亮的一个小范围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